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有一则非常震撼的新闻,相信有很多网友都有看过《大时代》这部电视剧,最后一幕是由郑少秋实演的丁切把自己的五个儿子全部从高楼上扔了下去,但是轮到他自己的时候反而不敢跳了,而且配上的背景音乐也非常震撼。 韦家辉可以说是一个鬼才,边剧边的出神入化,那在现实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但是现在出现了,刚刚发生在中国的湖南,主角居然是湖南的财政厅厅长,这个职位非常高,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 是一个省的第三号人物,一个高级的官员居然被人从楼上扔了下去,事情发生在9月19日,这件事在长沙疯传,官方的复告只正是说他不幸意外离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在拍好莱坞大片,说是有两个钻的人士打扮成清洁工人,混进了省财政办公大楼,这个财政厅长先后被两个钻者捆绑,然后从楼上扔下去。 最后有两个版本传出,一个是两个人一起跳,同归于尽,另一个版本是两个钻人士想逃走,结果失足掉了下去。 最初的版本不是在财政厅大楼,而是在一列火车上,就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人绑上一辆火车,最后从火车上扔了下去。 这个版本很假,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发现不是,官方的版本只是说他不幸意外离世,原因说是有很多工程项目都是由财政厅负责买单,而财政厅的厅长是负责管钱的,结果他们也没钱,而且还牵涉到多方的利益。 由于湖南的民风非常彪悍,都知道湖南出了一个匪首叫毛泽东,还有另外一个匪首叫刘少奇,两个都是湖南人,所以可想而知,湖南人都很凶,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有着冲击地方行政机关的传统。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官场现在穿得非常凶,连房间都是这么转,因为财政厅厅长手握财政大权,是省委书记和省长之后最大权力的人,有这么容易就能让不相干的人去到他的办公厅吗? 所以这一件事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一个这么高级的官员按道理保安应该比较严密,没有理由那么容易就让人得手。 根据财联社的新闻报道,时间是9月19日下午3点48分,所以应该是上午或者是中午发生的事件,然后下午爆出。 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意外驱逝,此事或涉刑事案件,包括刘文杰的同事在内,多位知情人士告诉了记者这个消息,先讲一下案件的细节。 9月19日上午,湖南岳阳平江人,31岁的江义辉,他也是岳阳市平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35岁的江辉,他是岳阳市百名优秀青年,两人化妆成保安和清洁人员。 进入了湖南省财政厅的宿舍楼,敲开了厅长的宿舍房门,进去之后就把他控制了起来,然后把房门反锁。 江辉向刘文杰追讨他出面担保借出的6000万人民币本金和利息,这笔工程款是由财政厅担保,也是工程款。 其实这笔钱在2020年10月就已经借出,到了2021年11月得到利息900万,2022年12月又获得了这笔款项利息900万,就是每年有900万利息,即6000万有900万,利息足足有15厘,虽然还不算是高利贷,但是利息不错,之后就一直都收不到后面的利息了。 双方约定在2024年7月1日之前就全部还清,但是刘文杰却没有履行合约,结果江一辉,江辉和刘文杰在室内发生了打斗。 刘文杰是一个女的,1966年生,今年58岁,所以当然是打不过两个年轻男人,结果就被人绑了起来,被控制了大概一个小时。 期间他打搁了很多个电话,结果这些人全部都被长沙市公安局传唤,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他在右手右脚被绑的情况下被放在在窗台,之后就掉了下去。 然后据说江辉和江一辉用窗帘,床单和被铺绑成了绳结,试图从其他窗台逃走,结果不小心掉了下去。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但是正常来说,除非是外面有人,不然的话要命就没有人知道你在里面做了什么,你只需要照样用清洁和保安的身份走人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有一点漏洞,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现在有很多大陆人都知道政府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这件事有可能不关刘文杰本人的事,当然也可能关他的事。 因为他是财政厅厅长,是你为这些工程做担保给钱,现在没钱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不解决,人家就会被逼得走投无路,那只好跟你同归于尽,不然的话人家对本对立,要了你的命也总比没有好。 插一段广告时间,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还没安装VPN的观众,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多谢。 他应该早就搬出这个大院了,作为这么高级的官员,一定能赚到钱。 这些被批出的工程中间有没有腐败? 其实想都不用想,一定有腐败,百分之百有腐败。 问题是,有方面可能就算是腐败了也有损失,官员一定是有收费的,否则又怎么会批出这些工程? 借了钱出来,肯定要给这个官员分上一份。 更何况还是担保人,那六千万是工程款,应该是政府没钱,就把这个价值六千万的工程判给外面做。 判伤六千万,到时候政府每年给你多少利息? 而百分之十五的利息其实非常合理,因为一般的小企业根本借不到钱。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讲过,恒大到银行借钱,它的利息开支也要百分之二十。 因为四厘到五厘是银行的官价,但是实际上你一定要给一份台底钱,否则根本就借不了。 所以你最终要付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就是两分系。 做一亿的生意就要付两千万利息。 还有就是你的项目如果是以一亿来计算,你还要给两千万的挥款,包括当地的环保、规划、地震等等。 所有的部门每一个都要分,你总共起码要花上两千万。 所以一个一亿的项目最少就要花四千万来当作挥款。 再加上利息,那试想一下,这样的生意还怎么做? 你只能希望楼市能打涨,否则根本就不可能运作得了。 当然,大陆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我在这里讲的已经算是比较片面了。 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去贿赂过大陆的官员,所以没有那么深入。 无法知道的更清楚,那些在大陆做生意的朋友就有可能会更加深入一点。 知道中间的猫腻,它们的收钱计量五花八门。 贪污受贿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连月饼都可以用来贿赂。 一开始,它们是送金月饼,里面的那颗咸蛋黄是用金子做的。 后来想着还是太麻烦了,就开始送月饼券。 一张几万块,十张就是几十万,一百张就是几百万。 所以,大陆的贪污经济基本上已经蚕食了整个国家。 但是现在经济不好,连政府都没钱了。 不然的话,正常来说,这些政府的工程合同根本不可能还不上。 就算是还不上,也没有理由要闹出人命。 所以,肯定是中间有着很大的问题。 拖了很久不付,现在这里只是付了两年。 2023年没有付,2024年也没有付。 已经拖了两年,人家当然不干。 因为他的那笔钱也很有可能是去借高利贷。 因为在大陆很多时候都是左拖右拖。 所以,他们就逼成了这样。 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现在有个一现象。 就是在最近的这一年。 尤其是自从踏入了今年。 针对官员的事件发生得越来越多。 以前,他们只会向老百姓开刀。 因为大陆人就是这样。 欺善怕恶。 但是现在,他们敢向压迫他们。 想让他们受到损失的官员开刀。 例如去洞城馆、公安、村淑姐、村霸等等。 我认为这样反而是一件好事。 整个局势正在朝着好的方向来发展。 因为如果不是来一次全国大乱,来一场大革命,把这些人彻底清楚的话,这个国家根本就没得救。 所以,一定要来一场大习牌。 这样子,接下来官员们肯定会人人自卫。 前段时间,才有一个被灭了门。 而且还盛传是习近平的私生子。 但是,我们后来又翻向了一下资料。 发现那个出世的人应该是五十多岁。 所以,应该不是习近平的私生子。 但是,既然是传出来了。 我们当然会希望是这样。 但是,希望归希望。 实际上不是就不是。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有官员被灭门。 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以前,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 但是,在今年却特别多。 那些在一天到晚作威作福的村霸村官, 还有比较小的芝麻绿豆官被灭了门。 老百姓知道了,不知道要有多开心。 我们也希望这一类的事情能多一点发生。 不要只是让老百姓受害。 官员也要受一下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